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11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首先是要告诉大家呢 彭斯副总统呢 没有被隔离 因为呢 现在互联网上面有很多信息都传出 说彭斯副总统已经隔离了 不能上班了 而且呢 川普总统现在也非常危险 其实这种说法呢 有一定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呢 因为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呢 他们都被身边的这些受感染的人包围了 但是呢 彭斯副总统呢 他本人检测了 他检测是阴性 因为他检测是阴性 而且他们每天都检测嘛 他们现在检测已经速度很快 可以讲几分钟就能出结果 因此呢 总统副总统全部是每天都检测 确保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 也同时能使他们能够放心大胆的投入工作 尽管呢 他们身边呢 基本他都被那些感染人群所包围了 所以坊间是因为彭斯副总统 他的新闻秘书叫米勒 米勒感染上了 那么米勒感染上了 米勒的丈夫呢 又是川普总统的顾问 他们两人呢 都有可能影响着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 尤其彭斯副总统的这个新闻秘书米勒 他是直接本人就被感染 彭斯每天都跟他接触 是完全有可能被感染上的 但是呢 彭斯呢 他经过检测以后他是阴性 所以他表示呢 他不受影响 他5月11号 也就是今天 他仍然到白宫去上班 那么川普总统肯定也是这样 今天肯定会在白宫上班 因为目前来讲呢 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 他们周边啊 有多人被感染 我放一张示意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知道 彭斯的新闻秘书叫凯蒂米勒 他本人确诊了 他的丈夫史蒂夫米勒是川普的高级顾问 川普的随身刺从 川普的贴身的刺从官也确诊了 那么伊万卡的私人助理也确诊了 那么伊万卡大家都知道是川普总统的女儿 而且澳大利亚一个官员叫彼得·达顿 他本人被确诊 他在最近一个礼拜之内 既跟伊万卡做了直接的交流 也跟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有着面对面的接触 所以说整个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 第一千斤伊万卡 基本上他们这个范围都被包围了 他们本人虽然目前没有受感染 但是他们周边的人被感染的很多 这也就是坊间传说 美国现在总统副总统都沦陷了 你想想看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总统副总统如果是都生病都被隔离 都不能就职的话 那这个国家要不要停摆呢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说彭斯副总统和川普总统 除了他们两人本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的卫生生活状态 同时他们也密切地进行各种检测 确保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投入工作 这呢 我觉得美国人民都在关心 全球人民都在关心很正常 因为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是直接影响到全球各个方面的 那么美国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他们两人如果都患病都去隔离 那对美国的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整个这个新冠疫情啊 他对这个全球啊很多首脑都有了直接的冲击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呢 英国是王子查尔斯王子直接本人被隔离 但查尔斯王子还是英国这个皇家宪政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就是荣誉性的一个亲王 也就是他本人的工作呢 对英国整个内阁之心的影响不大 但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倒下就不对了 英国首相约翰逊是英国国家里面的首脑啊 平时所有英国的行政工作都要他去开展的啊 他一倒下他一隔离 他不是倒下隔离啊 他是送到重镇监护室啊 可以讲他的次从关都写了 已经完全准备好 他挂掉账礼怎么举行埋在哪里 导词怎么样都写好了 只不过给他死里逃生了 但是他逃生出来脑子还没有逃生好啊 他现在仍然要跟中共勾兑啊 所以说约翰逊这个人我觉得死不出戏的 这个我们就不去多扯了 现在来讲美国呢 他这个疫情呢仍然十分严重 美国到昨天呢 他受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35万 他死亡的人数已经过了8万人 这个过了8万人 这个死亡人数对美国人来讲 就心理上已经承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了 因为这个死亡的人数太多了 美国历史上来讲 美国参加越战越战死亡的人数 现在你这个8万死亡的人数已经是越战的1.37倍 是美国参加朝鲜战场 也就是寒战死亡人数的2.38倍 是911恐怖袭击死亡的人数的26倍 是当年珍珠港事件死亡人数的33倍 你想想看美国什么时候遭受过这么大的劫难啊 也就是大量的人员死亡 大量的人员受伤 尤其是大量的人员下岗 现在有两千多万人的失业 这两千多万人的失业无时无刻不给川普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问责是逃不掉的 美国只是看怎么问责法 现在美国这些白宫的幕僚都要求的是什么 首先是国家 第一能够有条件先把在中国该撤回来的企业撤回来 第二个是逐步的恢复国家的经济 也就是各个州现在已经开始了有部分的恢复工作了 这个恢复工作呢还是有阶段的 像我们加州就是分三个阶段 目前已经走入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一般的餐饮业现在允许你开始可以营业了 那么还有就是嘛 人群密集的要放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美甲店啊剃头店啊 这个这一类的呢要放到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现在全美国各个州目前来讲都是有条件的开进 也就是要求大家仍然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然后你可以有条件的开始复工 让部分人员呢开始恢复他们的工作 因为恢复了工作就恢复了一定的经济运行 恢复了经济运行才可能让美国创造新的价值 也就是让大量的那些失业的人员尽管的从失业潮里面走出来 让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有收入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和中国不一样 美国人是没有存款的 美国可以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没有存款 他们的这个卡上面 他们自己的存责上面是不会超过存款能够超过一千美元的 这不是指美国的穷人啊 美国的一些白领年收入几十万美金 年收入上百万美金的人也是这样啊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存款的 他们每个月的支出都是等待到他们下个月的收入来应付的 也就是他们会有大量的卡债 美国人特别喜欢刷信用卡 也就是美国人他一旦收到工资以后 他马上要支付他大量的这个欠款 比方说保险费啊 房租费啊 房屋案件啊 他自己个人的各种消费啊 这些费用通通都是一张一张支票往外开 或者是说在网络上一笔一笔款往外划 把这些所谓该付掉的钱全部付掉之外 剩下来那点钱 也就是他当月的消费 无论他挣多少钱 他挣的多他就多划 挣的少他就少划 但是他们不储蓄 这也就是美国人手上没有储蓄 那么没有储蓄的时候 碰到灾难的时候就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没有钱嘛 没有储蓄嘛 而这个月工资又领不到了 那么多卡债要不要付呢 那么多房屋案件要不要付呢 在付掉这些费用的情况下 自己手上的钱几乎就没有了 你继续刷款 刷款是到了时间你要付卡债的 卡债你不付的话有发款的 不仅仅是有发款 还要影响你个人的信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美国人现在都急切的盼望工作 作为川普总统他非常了解美国的现状 所以说他非常希望美国能够重启经济 当美国这个经济能够重启 各个州都能够放开 大家都有班上 大家都有收入拿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就逐步恢复了 但是呢 这次的打击依然给美国带来的是非常非常大 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大家上班 这个经济就可以恢复了 可以讲 很多经济指标都显示 美国受到的这次重创 基本上来讲可以讲叫二战以后受到的最大最大的这个灾难 也就是说美国有个疗伤期 这个疗伤期短则几个月长则要一到两年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现状 中国现在马上就要开两会了 在两会之前 袁习近平可以讲有了一些大的动作 他所谓大的动作 第一个他是释放了他的前朝两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惩办的政治死敌 第一个就是江泽民那一朝 江泽民惩办的叫季胜德 因为江泽民呢 他在他那一朝呢 他掌控的权力呢 不能够做到随心所欲 邓小平还活着嘛 还有很多中共元老都还活着可以压着江泽民 所以江泽民做事不能太过分 基本上江泽民那一朝他打击的中共的高官呢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没有 也就是江泽民他行不上大府 到了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他就不动了 那时候承办了一个副国籍叫陈克杰 是副委员长也是副国籍 但是陈克杰在政治上影响没有多大 他主要是江泽民对他泄点私愤 所以说陈克杰给江泽民拿掉了 虽然他的级别是副国籍 但是他的重要性是没有季胜德大的 因为季胜德既是红二代 是季鹏飞的儿子 同时又是总参情报部的副部长 虽然他是副部长啊 但是他那个部长是副总参谋长叫熊光凯 兼任的就实际上总参情报部是季胜德一个人负责的 那么当年江泽民承办季胜德 有他自己很多个人的私仇 同时也是承办季胜德呢 说他呢出门情报 说他呢跟远华案勾结 这些呢都有呢这个承办他的理由 目前来讲季胜德服刑服满了二十年 习近平呢在这次两会之前把季胜德放出来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陈良宇 陈良宇是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任 承办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也就是陈良宇本人可是政治局委员 也就是到了胡锦涛这一任 有政治局委员副国级的官员被受到承办了 陈良宇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 那么在胡温那个朝代 胡锦涛打击的重点的政治对手就是陈良宇 把陈良宇消灭了 那么还有一个薄熙来 薄熙来呢可以讲是照在加缝里面的 因为薄熙来虽然是胡温那一届决定承办的 实际上胡温那一届已经到了跟习近平要交班的这一届 也就是承办薄熙来实际上是胡温跟习近平共同商量的结果 而且习近平很愿意把薄熙来承办掉 因为薄熙来显然是习近平接班 和习近平他能够掌权路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对手吧 通过胡温的手把薄熙来打掉 习近平肯定很乐意 所以说呢薄熙来的账来不能完全算到胡温头上 跟习近平是有关的 但是陈良宇完全就是胡温要来整治陈良宇也就是习近平这次把陈良宇放出来了 他把陈良宇放出来显然也就是对胡锦涛曾经打击的政治敌人呢 他给对方放他一马也就是拉拢这些人的人心 这是习近平拉拢人心的一个方式 同时呢他要承办 他承办呢 承办异己也就是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要承办你 有一个叫赵振勇是陕西省省长 陕西省省委书记什么秦岭别墅啊 涉及到很多大案 大案小案不重要 共产党的官员根本不看你设计的过什么案子 重要是看你对党国忠不忠心 你对习近平忠心不忠心 所以说习近平承办过这个赵振勇 赵振勇就在昨天对他进行了一个审理 说他贪腐受贿的资金达到了七点多亿 你看看一个省委书记就七个亿啊 这是已经查出来的啊 没查路上来几十几百亿都有啊 这个省委书记一个人在陕西省治理了这么几年 当了几天的这个省里面的封疆大力 就可以搞七八个亿啊 这七八个亿要给中国老百姓要解决多少社保费用 解决多少医保费用啊 这是习近平对他这个义己 手下的义己进行惩办 那么同时他们抓捕了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中国的一个法学学者 华东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张雪中博士 张雪中博士在5月9号针对5月20号后即将开始的两会 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呢 他就明确指出人大代表非政当代表 人大也非政当的代议机构 他要求中共当局尽早启动国民制限程序 努力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转型 这是张雪中老师 他在5月9号自己发出来的公开信 既然他发公开信 他就是做好了党国对他惩办的准备 他自己是一身是胆无所畏惧 但是张老师发出这封信以后 马上就被当局秘密扣牙了 张雪中老师这个人我是相当佩服的 我在国内的网络上多次接触过这个人 对他的很多的言行 对他的思想 对他在历次各种维权事件中的担当 我是相当佩服的 他只是一个70后啊 他1976年出生在江西 曾经担任过华东政法大学的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多次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多种维权活动 2013年张雪中老师曾经在网上公开过一份中国官方的切副奖的内容材料 这个切副奖对我们来讲可以讲叫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张雪中老师披露的切副奖的这个资料 中共这个政党是多么的邪恶 他们对国家的这个管控 他们已经到了老百姓 我不讲吗 你现在光沉默不置身都不行 你必须要占卫他 所以中共这个政权无耻到什么地步 你从切副奖的具体内容 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人民是多么的害怕 他们对意识形态里面管控的多么厉害 当年张雪中老师上传的这个切副奖的资料 是中共在2013年那一年对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一个禁令 他确定了有七个领域是绝对不准办 是绝对的政治禁区 他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普世价值 第二是新闻自由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 第四个是公民权利 第五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各种错误 第六个是权贵资产阶级 第七个是司法独立 不准议也不准讲 谁讲谁讲就抓谁 这就是中共当时对意识形态里面的控制 时至今日 中共仍然是按照这个切副奖的内容 对中共的老百姓进行管控的 可以讲2013年当时张雪中老师就是因为转发了这个切副奖的内容之后 他为他所在的院校华东政法大学就把他解聘了 到了2019年也就是去年张雪中老师的律师证都被上海司法局吊销了 也就是中共对打击一起啊从来就没有手软过 作为张雪中老师是一个宪法学者 宪法学者给人大代表写信公开讨论宪法问题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他的观点哪怕你不接受你可以商劝 但是你只应该言论对言论 学术对学术 在言论学术的范围内给予回应 怎么能用国家暴力去把他抓捕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两会之前抓捕张雪中老师 实际上他就是再一次对普世价值的一个严重的攻击 对普世价值的藐视 对人类正义价值观的冲击 对整个中国民众给他继续的实施他们的言论自由的禁锢 让老百姓都不能置身 让学者们都不敢讲话 让所有有普世价值思想的学者 都让你把你的思想烂在肚子里面 你只敢讲他就抓 这就是习近平造成的言论上的白色恐怖 互联网就在最近这一两个月 网上出现了很多公开信 为什么很多公开信我都嗤之一笔 我从来很少去支持 因为网上大部分的公开信 都是以共产党红二代或者是党国权贵 冒充他们个人或者他们家人 什么薄熙来啦 习明泽啦 习远平啦 冒充这些人写着各种给党国劝谨的信 他们这些信虽然隶属了习近平的罪状 他们无非目的就是把习近平换掉 保证党国的长治久安 因为共产党这些高官 他们实际上他们内心里面就是要保证党国的统治 有党国的统治才有他们嘛 只有张学忠老师 他的公开信我非常支持 因为张学忠老师才是真正的 是中国的宪政学者 他的目的才是致力于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要给中国进行一个和平的政治转型 让中国从此走上一个民主的道路 所以像张学忠老师这种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我是坚决支持的 也就是我非常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像张学忠老师这样的人敢于嘛 敢于跟这个强权作斗争 我们看到有很多嘛 北大的人大的有很多全国各个高校里面像张学忠老师这样为民请命的人 当然了都被中共打击 中共打击这些人毫不手软 尤其是中共这些高官 因为中共的这些高官他们现在最怕党国垮塌 他们个人的财产他们个人的所有的这些权势以及他们所有的身家性命都靠党国给他们保证 但是他们知道党国这么弄 党国很快就要垮塌了 党国就完蛋了 这一次整个瘟疫给全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全球能不问责吗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一定是要问责中共的 那么问责中共以后必然就会涉及到一部分中共这些已经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这些高官 因为到了最后各个国家要执行这个财产的时候 中共耍无奈耍流氓时候 他们完全可以驱逐这些已经中共把财产藏匿到他们国家来源不明的这些高官 驱逐这些高官 你们这些财产给予你们扣押 给予你们冻戒 因为你们的财产都是来源不明的 都是你们贪腐的嘛 你们进到海外 你们都没有一个能够说明合法的来源的 也就是希望盟国没有开启这一轮对中共高官 常议和转移到海外的财产对他们的查扣和清偿的这股风 如果一旦某一个国家这个决策开了口子 希望各个盟国都会效仿 所以说中共这些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这些党国高官 他们最怕了 可以讲党国垮台他们不形成的 共产党亡党亡国他们不在乎的 他们最在乎是他们个人的安危和他们个人的财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也特别怕习近平把他们当做替退羊啊 习近平完全可以把美国或者欧洲盟国制裁的 某一个中共的高级官员就退给西方啊 所以习近平会做这个事啊 因此这把人也会想到怎么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 怎么保全自己的财产安全 可以讲习近平身边完全有可能出现 像韩国当年被刺杀那个总统朴正熙身边的 那个中央情报部部长金仔归这样的人物啊 你怎么能保证习近平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物呢 当这个人个人的安危 当这个人个人家庭财产的安全受到威胁 或者他甚至认为习近平对他不信任 习近平要准备拿他问斩 拿他祭旗的时候 他有可能铤而抽险啊 金仔归当年不就做了这样的事吗 金仔归他刺杀朴正熙 根本跟正义无关 跟推动韩国的民主无关 但是是跟他个人的安危有关 那么中共今天的这个高层也是这样 中共高层里面接近习近平身边的这些高官 这些掌握武装 或者是跟习近平走得非常亲近的这些高级官员 他们完全有可能认为自己个人的安危家庭的财产安危 受到重大威胁的时候 他们也会对习近平下手 也会把习近平除掉 他们并不是要推动中国民主 他们对中国的民主没有任何兴趣 他们只要保存自己 只要保存家人 到了最后他就是鱼死网破啊 那金仔归当年杀朴正熙 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了解金仔归是个什么人 为什么要杀朴正熙 朴正熙又是个什么人 朴景慧可能大家都知道 朴景慧是刚刚被韩国已经把他弹劾 并且把他送到监狱里面 韩国第一任女总统 也是东亚历史上第一任女首相 那么朴景慧的父亲就是朴正熙 朴正熙在韩国曾经执政达到18年 朴正熙推行的也是专制统治啊 照样是不得人心 照样是专制统治 但是在他的专制统治下 他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这是事实 朴正熙这个人在1961年的时候 就是发动军事政变 然后获得了政权 他在这个位置上面待着18年到1979年被刺杀 他1961年发动政变时候 当时韩国的这个经济水平是很差的 韩国当时他的人均GDP的水平是不如朝鲜的 他当时人均GDP只有82美元 到朴正熙被刺杀的1979年时候 韩国已经是四小龙 韩国那时候已经发展到人均GDP已经1644美元了 所以说朴正熙在他们国家统治的这18年 他虽然是专制统治 但是对提高国家的经济 把韩国的经济水平提高 这是公认的事实 但是既然是专制 他肯定专制统治就是扼杀民主的言论嘛 也就是对他底下的手下 他作为专制长官 他就掌握着生杀与夺别人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跟随他身边的这些人都随时有可能给他送进坟墓 因此才会发生朴正熙在他整个执政的历史上多次被刺杀 其中他的妻子陆英修 陆英修也就是朴景慧的母亲 在1974年一次纪念大会 也就是纪念韩国光复的一个大会上面 然后被一个后来认定是朝鲜的一个间谍 然后对朴正熙开枪 枪没有打中朴正熙 但是打中了朴正熙的夫人第一夫人陆英修 陆英修就那一次然后就被刺杀死亡了 也就是说朴正熙经历过多次被韩国或者是朝鲜的间谍刺杀的这个经历 那么陆英修就是在1974年被刺杀掉 而朴正熙在整个韩国推行的这个管制和现在习近平在中国执行的这个专制没什么区别 习近平比起他只能讲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韩国当时朴正熙身边的那些官员觉得他已经不能忍受朴正熙了 因此才会发生在1979年 也就是朴正熙身边最信任的两个人 一个是中央情报部部长叫金载规 还有一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卫队长叫车智车 这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这两个人呢 其中金载规还是朴正熙的老乡 跟朴正熙的关系非常铁 跟他很多年的亲密关系 而车智车呢作为是朴正熙的卫队长 他经常呢在总统面前呢上这个金载规的烂药 经常呢挑不离间 而朴正熙呢对金载规呢 他自己在工作中有些事物呢也有些不满 所以说在1979年韩国学生爆发出一个反政府的浪潮 叫辅马失态 在这个辅马失态上面朴正熙是派金载规去处理的 但是呢他认为金载规处理呢太软弱 因此在有一天他们回到中东府就清瓦台 他们在一起晚餐的时候呢 在晚餐的过程中车之车呢 就对金载规再次提出了他自己的抗议和不满 而朴正熙也指责金载规导致了金载规恼羞成怒停二周前 而金载规之所以那天停二周前杀害总统杀害车之车 是因为他前一天他了解到一个录音 他听到这个录音是什么 这个录音是车之车跟朴正熙在有一次回总统府的路上 他在汽车里面做了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的录音里面就显示车之车在不断的在朴正熙面前上金载规的烂药 然后去离间金载规和总统的关系而朴正熙在那个时候也表态 他对金载规这些事非常的不满 由于这个录音泄露给金载规掌握了以后 他就认为总统已经完全不信任他了 尽管他跟总统有多年深厚的交情尽管他曾经无比忠于这个总统 但是他觉得总统现在被小人离间已经总统不信任他 因此在第二天晚宴上他首先拿着枪来对车之车把车之车开枪打死 他打死的时候朴正熙并没有感觉到这个金载规杀害车之车是一个早就预备的阴谋 他还认为他是一路之下当时是酒喝多了 还是他自己不能控制对卫队党进行了毒手 他没想到这个金载规杀完车之车以后直接拿着枪就奔他来了 然后最终把他也打死了 那么金载规刺杀朴正熙这件事并不是推动了韩国的民主 他跟韩国民主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是他确实亲手斩杀了这个独裁者 他斩杀独裁者就是因为独裁者跟他两人之间的个人矛盾和个人的恩怨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呢? 习近平现在身边的这些跟他产生个人恩怨的 但是又是习近平身边最亲近的这些幕僚 包括栗战树、包括丁薛祥、包括钟绍军啊 包括习近平身边的那些中央警卫局的那些局长、副局长 这些人都有机会能够贴身接近习近平 这些人都曾经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幕僚 但是当某一个人他们自己感觉到习近平都不信任了 当某一个人感觉到他们自己可能大祸临头 党国要拿他记起了 他就有可能铤而走险去刺杀了习近平 像金载规刺杀当年朴正熙一样 这种事情在中国演变也完全有可能 专制社会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事 所以说你们不要认为习近平的身边是很安慰的 习近平之所以疑神疑鬼看哪个都不放心 他就是怕他身边藏着这么一个金载规 因此习近平他越怕他就越整出 而越整出就越会导致某些人惊恐不安 这种惊恐不安的结果就有可能会铤而走险 所以这种事在中国发生也完全有可能 并不一定那个人代表什么公平正义 那个人要推动中国的现代民主 那个人希望把中国因为斩杀了独裁者以后 把中国推进民主进程 他并不一定他要维护他个人的利益 他要维护党国的利益 他不会主动为中国民主来献身 习近平身边如果真有一个愿意为中国民主献身的人 这个人能够非常接近他的身边 然后把他刺杀了以后 最终就把中国推进一个民主的明天的这样的人 在中国已经等了很多年没有出现 但是你说习近平现在身边会不会出现 这种概率是万分之一 当然了不排除 任何小概率的事你都不能排除 因为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当习近平和他自己整个身边的工作幕僚 形成一种滴对矛盾 形成一种你不放心我 我不放心你 你防着我 我防着你这个状态 就有可能擦枪走火 好最后要说一下昨天我的节目 昨天我的节目发出以后呢 有很多人呢 对我这个节目人员有奇异 他们认为呢 我把台湾比作小三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 我想呢 他们一定呢 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了 他们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看待台湾 他们认为把台湾说成是中共的小三 他完全理解错了 我明明是看美国 你是不是这一次落子误会 也就是美国在历史上 历次把台湾当作他的小三 讲小三大家不是很舒服 认为小三这个名词 放在台湾头上不合适 但是在美国这些政客里面 在美国这么几十年来 可以讲七八十年来 美国的历任总统和政治家里面 他们对台湾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给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小三地位 他们需要台湾时候 他们就拉拢台湾 但是当他们愿意放弃台湾时候 他们愿意跟中共勾兑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牺牲了台湾的利益 可以讲历史上面 我们随便数一数就知道 1945年为了支持沿岸 比讲联共的是美国吧 1949年支持中共建政 把中华民国赶到台湾的是美国吧 1971年为了把中共拉进联合国 然后赶走人家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的创始国的地位 是美国吧 1979年跟中共建交 立即就跟台湾宣布断交的 仍然是美国吧 你觉得美国在历史上 这么多对台湾抛弃的这些做法 还不足以证明 美国根本就没有重视 他跟台湾和台湾人民的友谊吗 今天美国又开始把台湾要推进WHO 恨不得把台湾已经拉到国际舞台上 但是他始终还不敢承认台湾 他现在把台湾这个牌打出来 仍然是为了制约中共 也就是美国跟中共不好的时候 他就要去拉拢台湾 他一旦要跟中共勾兑的时候 马上就牺牲台湾 你觉得我对台湾的这种比喻 你虽然心理上不能接受 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 站在美国对台湾一贯的姿态 我觉得就是这么去做的 美国就是把台湾当作一个小山地位来处理的 至于你说我个人对台湾 我明确跟你讲 我对台湾有非常非常好的感觉 最近这么几年来 从台湾的那个太阳化运动 那一次一直到现在 我访问过台湾多次 我每次到台湾 我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非常庆佩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 对台湾来讲 我有无限的伤感 可以讲我觉得台湾就像是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孤儿 几十年来自己长大 台湾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叶孤舟 自己找寻方向 如今的台湾在全球各行各业 无论是医疗产业高科技产业 无论是艺术还是音乐 无论是流行歌曲还是演艺明星 可以讲人才积极 台湾的邓丽君已经是华人世界 无人可以超越的歌星 无论邓丽君是他的歌曲还是他的人品 都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我本人真心地认为 台湾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了 这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才是中华民族的方向 可以讲台湾是中国世界民主的一盏灯塔 因为台湾那个灯塔的照耀 终有一天中国大陆也会像台湾一样走入民主 让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 共享我们自由民主的明天 所以说你要检验我对台湾人的感觉 我就告诉你讲 我对台湾有非常良好的感觉 我退休以后 我可以讲我每年都会拿出几个月去住到台湾去 因为台湾我把它视为自己的家园 我从来没把台湾人民当作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 现在台湾人民在努力争取他们的自由 争取国际上的承认 我觉得台湾不需要花那么大劲 台湾在没有世卫组织的任何帮助情况下 却在这次抗议里面做的那么好 而那些听信世卫组织的那么多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都那么惨 就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世卫组织 我建议是解散世卫组织 台湾根本不必要去加入这个世卫组织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人民他完全有资格告诉世界 没有台湾的世卫组织 反而更好 你们加入了世卫组织反而为其所害 所以说当大家都离开世卫组织 你们都跟台湾呀 或者跟台湾一起结成其他的一个健康的 全球的一个医疗卫生组织 可能大家信息共享 下一次灾难到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忠之称称共同面对灾难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